老師呢有提到幾個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如果您在這邊 好這個 事實上我們有 塗層數據 有沒有這個在後面對不對 如果你希望它跑到上面去按右鍵 有沒有 往前一層 然後呢最上層 往下跟最下層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放到最上面 有沒有跳上來了 那當然字也是一樣的親情 好字也是一樣的親情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第二個就是老師想要在 如果您是直接在編輯圖片本身的話 那您可能就需要用到什麼 影像處理軟體 影像處理軟體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就比較OK 這樣有沒有問題的 所以像我們原則上 還有一個就是如果您不希望 比如說我在講這個的時候 我不希望有這個框框 那您可以滑到外面 但是稍微留一下 你看我現在滑到外面 一般您滑到物件的外面 有沒有發現都會有一個框框 可是為什麼外面這裡沒有 因為它現在放到最大了 您往後退一點 滾輪往後退一點 你看往後退一點 有沒有看到了 對不對齁 就是說如果它已經放到最大 你最外面的框框 有時候會選不到 你就把褲子 不要看那麼近 你看點到它 好這裡 有沒有現在是圓圈的 不是說你現在圓圈 就永遠都是圓圈 你這裡可以改 我如果變矩形的 就變矩形的 好 那這個呢 不希望它看到 就invisible 是不是就不會了 也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完全空白 沒有一個邊界的意思 好 雖然它還是一個頁面 還是一個頁面 那相對的 如果老師您對於 剛剛這個色系 您覺得還不是很滿意的 實際上也可以調喔 包括文字的顏色 比如說你看我們文字顏色 預設是不是灰灰的 對不對 那你不希望說 我是這個灰灰的 這個情形的話 怎麼辦呢 你除了說 如果你是這樣直接來這裡改 每個都要改 是不是有點累 你可以直接到這邊自訂 The Vance 你在這邊呢 你看標題 有沒有這個顏色 次標跟那個什麼 Body 還有我們一些背景的顏色 這個框框的顏色 是不是都可以在這裡改 你就可以把這邊 預設子設好之後 下次出來就是都直接的 那如果你 這個你是特別喜歡的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個 儲存的動作 幫你把這個 目前的 這個把它存下來 下次就可以直接套用 你就不用每次都在那邊調整 就比較辛苦一點 其實像我 以我自己來講 中文的那個部分有沒有 我剛剛有提到 不是可以把那個 我假設用別的色系 可是我想用中文的 那個我就把它存起來 下次我就直接套用 反正你管你怎麼設計的 我就 還是直接變可以打中文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樣OK的 好